台風季節即將來臨 如果問桃園的居民 颱風來了最害怕什麼 答案大概只有兩字 停水 其實過去就已經有經驗了 就是颱風來的時候 就是大概停個一天兩天 那因為這邊附近的話 大家都有水塔 不過這次就是停了六七天的話 就根本沒有辦法 所以是非常不方便 2004年9月 埃立颱風為石門水庫 帶來了2000萬立方公尺的泥沙 相當於石門水庫 15年的泥沙淤積量 水庫壽命減少了7年 從此以後亦有颱風 石門水庫跟著拉警報 滾滾黃泥 成了桃園人最大的夢魘 其實石門水庫從民國68年開始 就陸陸續續進行清淤工程 但是連續兩年的缺水危機 卻曝露出長久以來的清淤不利 必端處處 原來水庫的淤積物分成兩種 一種是有經濟價值 可以作為建材的沙子與暖石 另一種則是沒有價值的淤泥 負責水庫清淤作業的承包商 只載走了有高經濟價值的 暖石與沙子 卻將沒有價值的淤泥就地回田 大雨一來 淤泥又衝回到水庫 就是石頭它直接在那邊塞洗 就是把那個石頭要的再走 不要的它就把它留在那邊 不要的東西它就不要 因為那個東西不能賣錢 長期的清淤都是這樣子 都是在騙人 早在四年前 當地人士就已經發現 清淤工程有問題 一直到今年三月 檢調單位才追查出 背後官商勾結的弊端 如今阿姆坪附近 只剩下一句句洗紗的機械 還有一堆堆沙石 諷刺地堆置在石門水庫的岸邊 然後以前我剛退伍的時候 看回來這邊露營 這邊烤肉的時候 那個水是清澈 可以拿起來生硬 在下再大的雨的話 那個水都不會濁成這樣子 現在沒有下雨 那個水的濁度還是這麼高 以前的石頭 那些綠石層 本來就是一個很好的綠材 可是那些綠材通通被拿走了 雖然弊案爆發 清淤的工作並沒有停擺 今年四月初 政府動員國軍 以一個工兵營的軍力 進駐石門水庫的上游 希望在美雨季節來臨之前 清除羅浮橋附近 這一大片淤泥 那原來計畫的目標是 能夠達到五萬吨 五萬立方公尺的 這個輕易的量 那現在呢 已經達到九萬多了 那麼預計目標能夠達到 十萬立方公尺的 一個輕易的這個沙量 怪獸與卡車來來回回 阿兵哥們正以 愚工移山的精神 加緊趕工 一車車的淤泥 被堆置在河岸 當豪雨一來 這些淤泥是否將再度 被沖進水中呢 成千上萬立方公尺的淤泥 流進水庫 就成了水庫的頭號殺手 但是換一個場景 淤泥卻鹹於翻身 對於磚瓦工廠的老闆來說 水庫淤泥是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這邊是原料的這個原土處理場 那這裡面大概可以放到 應該講差不多三萬 三萬噸 三四萬噸的可以怎麼樣 四年 可以確保這個 因為我們這個土的 本身要做這個瓦 這個水分控制也是蠻重要 泰斯也不行 距離石門水庫四公里的 這座窯廠 已經有八十年的歷史 承接父親留下的磚瓦工廠 蔡文聰玩泥土玩了半個世紀 他說石門水庫的淤泥 富含石灰質 燒起來硬度夠 是很好的磚瓦原料 石門水庫的淤泥土 加上這個附近我們 別的地方來的一些黃土 給它混合在一起 那經過這個大型的輪壓機 這就是德國進來這個大型的輪壓機 把它弄這個 這個碾層就是一個迷你 燒製一片瓦 淤泥的用量大約是百分之六十 如果是燒一塊磚 淤泥的用量則佔了百分之八十 當一塊塊壓好的黏土 經過上色與高溫燒製之後 搖身一變 就有了豐富與多彩的模樣 這個磚 目前你們看到這些磚 大概淤泥大概用到 它的用量可以用到百分之八十的成分 這個磚的話 在國外他們叫Paving 就是鋪地的磚 步道磚 就是走道 步道 廣場 這個磚 這個磚的話就是可以 砌就是做成那個 那個牆壁的磚 它這邊有三個孔可以放鋼筋 把它固定起來 那這個就是花隔磚 這個可以做圍牆的 又通風 陽光可以進來 我想這個假如大量來用的話 這個淤泥的土是可以用很多 水庫淤泥不但可以做成 人行道上的透水磚 或是屋頂上覆蓋的糖瓦 它還有另一種吸引的用途 就是燒成一粒一粒的青植骨材 把水庫淤泥製造成為青植骨材 主要是透過這個加熱的方式 把它固結成為一種陶磁品 事實上青植骨材就是一種陶磁品 所謂青植骨材 是將水庫的淤泥磨揉成小球 再經過一千多度高溫燒結而成的陶粒 這種陶粒取代了砂石 跟水泥攪拌之後 就成為青植混凝土 這種建材在歐美等地 已經有五十年以上的歷史 但是在台灣卻才剛起步 為了尋找適合燒製的淤泥 中興大學圖目系的教授岩聰 走遍台灣每個水庫 蒐集各個水庫的淤泥來做實驗 水庫的淤泥在燒成青植骨材的話 它基本上是要符合一個條件 那這個條件就是說 它的氧化溪 氧化鋁要有佔多少的百分比 那每一條溪的淤泥 每一個水庫的淤泥 它本身的成分就不一樣 所以你現在用這一些不同水庫的淤泥來燒的時候 它可能會燒出來不一樣的 這個品質的這種骨材這種顆粒 青植骨材有著堅硬的外殼 內部卻有許多孔隙 是一種會呼吸的環保建材 因為這樣的特質 當它與水泥混合成建築混凝土之後 可以發揮隔熱 隔音 防火 抗震 耐食等等的特性 所以就台灣來說 它有熱 又有地震 那青植混凝土剛好 你可以有隔熱的效能 有耐震的功能 所以青植混凝土在台灣 應用上面的的確確是 有很大的一個益處在 青植骨材在歐美各國運用得相當廣泛 包括各種大樓 體育場 橋樑 甚至是海上的鑽油平台 都是用青植骨材作為原料 甚至台北101大樓的群樓 也是由青植骨材所打造 過去在台灣因為砂石價格偏低 所以青植骨材一直無法打入建築市場 也很少有人知道 埋藏在水庫裡的淤泥 竟然是世界上其他國家 急急盈盈要去開採的原料 到目前為止在國外 他們在製造這個青植骨材的原料 幾乎可以說不是從水庫來的 他們都是從礦區山區裡面去採礦 採葉原原土這些採用 那我們台灣地區的這個水庫 它的淤泥是可以來燒成青植骨材 是因為我們台灣 剛好整個台灣島上面的地址 它的成分是適合來製造青植骨材 這是我們台灣的一個水庫淤泥的一個特點 就是人有這一個價值 放在對的地方做正確的利用 水庫淤泥就可以翻身找到新的生命 所以我們在水庫的這個青植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分成幾個方式 一個就是用傳統的巡蟹 然後送到土質場 還有就是剛才談到的 就是用重力排煞的一個方式 排到這個河道的下游 甚至到出海口 那第三個方式呢 就是以專案的方式 就是送到這個 就比如說填海造地 或者是凹地的這個回田 那這些我們專案的一個方式來做 那第四個方式呢 當然就是我們最有效的 就是資源再利用這個方式 那資源再利用呢 我們也跟很多的機關在做一個研究 跟學術機關也有 那包括了青植混凝土 還有就是自磚的 或自磁磚的 當淤泥變黑金這樣的想法 開始在政府部門中漸漸成行時 台灣傳統的磚瓦產業 卻紛紛關廠外移 本地的磚瓦賣不出去 而國外的磚瓦正大舉禁逼 夾殺台灣本土的磚瓦產業 我們這個廠會發生這個困難 就是政府的關稅瓦的關稅 從50%降到5% 這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導致日本所有瓦 大量傾銷到台灣來 蔡文聰投資上億元的生產線 因為接不到訂單停擺了好幾年 面對空蕩蕩的廠方 他只希望政府給傳統產業一條活路 也給水庫淤泥一條活路 我們有龐大的生產設備 龐大的生產能力 但我們這裡本來就有些 來一些水庫的淤泥 但是因為沒有很大量的訂單 所以說我們就沒有辦法開 全部開 生產線全部都開 所以現在因為只有小的訂單 只有做小的生產線 小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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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能 所以你這樣這個水庫的泥的話 用的用量等於也不是很大 那假如這個公共政府的公共工程 這個這個步道磚啊 這個這個河道旁邊的那個步道 都可以用這個淤泥燒出來的磚 那這個量就大了 那這個量大的話就可以大量的 可以使用水庫的淤泥 來燒出很好的質地的磚 這個解決水庫淤泥的問題 目前石門水庫的總移基量 高達9300萬地方公尺 而台灣40座主要水庫的總移基量 更高達4億7千萬地方公尺 這比起一座翡翠水庫的總蓄水量 還要更多 而上游的土石仍然持續崩落 每年以1460萬立方公尺的速度 繼續增加中 當我們把這些淤泥當作廢棄物 這麼龐大的量真的叫人炸熟 但是當我們把這些淤泥 看成是一種資源 或許淤泥也變得可愛了些呢 multif越天泥 Rotter sla 成績 炸熟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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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